本次我們研究的主題是農業廢棄物合成活性碳 並討論其吸附效能之表現 我們選擇在地野農業廢棄物甘蔗渣 作為我們製作活性碳原料 並且進行碳化、活化、吸附再生四部分的實驗 每部分我們都有自行設計實驗來進行討論 討論的內容是有關於甘蔗渣而言較佳的實驗過程 最後以碳化溫度500度C 然後活化溫度950度C 活化劑比例碳比QOH比1比2 然後合成活性碳達到我們的每公克1335分半公尺的余氧面積 作為我們碳化與活化部分的一個最佳的實驗結果 接著我們利用兩種溶劑分別為甲激傘及壓下激傘進行吸附實驗 並且透過熱力學及動力學的兩種面向進行討論 在熱力學的擬合結果中可見 遮渣對壓傘進行的吸附能力較佳 但對兩者均有明顯的吸附效果 可得知我們的遮渣不具有電荷選擇性 且推論我們的遮渣去表面較多的附電荷 而在熱力學分析實驗結果中 我們可以得知較佩合Langry-Meer這種方程 為單層吸附 那在動力學的實驗數據理好後呢 我們推論那個微二級方程更符合這個實驗的吸附過程 那它是化學吸附模式顯示燃料分子跟吸附表面有發生電子轉移或是新的化學件 那並且其考慮外部跟內部擴散 跟表面吸附等比較完整的一個吸附過程 那再生實驗的部分 結果我們可以知道 酒精拓附跟熱拓附的效率兩者差異不大 再生效率都可以達到50%以上 那在考量經濟效果跟便利性的方法下呢 以酒精拓附的效果比較好 那以上內容呢 就是我們這個作品的簡介 謝謝大家